10月份,无尊卫女儿NEEI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会来庆祝女儿13岁生日 她发文表示已经三年没有给女儿过过生日了 从她晒出的图片来看,NEEI已经出落得亭亭玉丽,个头十分高挑 这一下子就给了网友一波回忆杀 原来当年参加爸爸去哪儿的孩童们现在都已经是大姑娘,大小伙子了 爸爸去哪儿第一季是在2013年首播了 至今正好十个年头,十位参加过节目的名二代女孩 个个长成了小仙女,果然富养的女孩气质出众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1,田宇成,森蝶,15岁 森蝶是跳水冠军田亮与超级女生选秀出道的歌手叶依倩的女儿 音音名叫Sindy,因为田亮的口音问题逐渐演变成了森蝶 参加节目时,森蝶刚刚五岁,扎着一头小辫子 配得齐齐的刘海,简直是一个翻版田亮 她很可爱,颜值也很高 虽然田亮给她的衣服搭配齐奇怪怪 整出了把粉红秋裤外穿的离谱造型 却也丝毫不影响她的美貌 一季节目下来,她圈了不少粉 在节目里,森蝶已经表现出过人的运动天赋了 一路跑跑跳跳,被网友调侃是疯一样的女子 这几年田亮夫妻是按照她的个性兴趣在培养她 她学了小提琴,她还练网球、标枪、滑板、滑雪、棋树等 最终锁定在网球上 据说她从七岁就开始打网球了 此前田亮还带她去参加了澳大利亚职业网球运动员休伊特的大师课程 今年年初,她参加了新加坡青少年冠军赛G30赛事 网传她要走职业网球的路线了 不过田亮回应目前没有考虑,但尊重她的个人意愿 事实上,像孙蝶这种从小享受顶级教育资源的新二代 不管干哪一行相对都轻松很多 而且以她的颜值,进娱乐圈继承父母的衣钵也不是不可以 今年刚15岁的她身高已经不输爸妈了 想必将来一定是个高挑的大美人 02,王诗玲 Angela,14岁 王诗玲是主持人李湘和导演王月伦之女 参加爸爸节目的时候才4岁,但表现得非常得体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去一位老爷爷家里拿了蔬菜 临走时对老爷爷说爷爷,你在家里好好的呀 爷爷一颗铁汉的心都被这个萌妹子给融化了 观众也被她暖刀了 父母都是娱乐圈里的大明星 特别是李湘人脉甚广 王诗玲小小年龄便资源不断 拍广告,拍电影,上综艺 但因为李湘在节目中太豪气冲天,一度被网友指责炫富 王诗玲也没有少受牵连 但抛开这些事是非非,王诗玲本身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 她学了钢琴,音乐,游泳,画画等多项才艺 其中在画画方面深得画家爷爷的真传,颇有天赋,拿过不少奖 如今她在英国留学,14岁的她已经退去了孩童时期的婴儿肥 五官更加立体了,漂亮的也更加明显了 她小时候上节目常常被李湘打扮得很富态 有一种大排堆砌,但又堆得很吐气的感觉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衣品也有了质的飞跃 没有浓妆艳抹,打扮也符合她的年龄,很拉好感 03,黄逸慈,多多,17岁 黄蕾和孙丽的大女儿多多参加爸爸去哪儿 第二季的时候已经8岁了,算是一众小孩里年龄比较大的 在节目中,她表现突出,对工作人员很有礼貌 对其他的弟弟妹妹们也照顾有加 多多是天生的美人胚子,结合了父母的优点 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又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 就像小眼里走出来的女主一样 在网友的注视下成长的她,到了花季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出落的愈发水灵 黄蕾夫妻对她的衣着打扮方面比较宽容 小小年龄爱美的她,打耳洞,化浓妆,涂纸加油 每次都要上热搜 享受了名利的同时,她也遭遇了不少网报 不止一次被痛批打扮得不像一个小女孩 她主办过一档陪你多读书的读书栏目 因为在节目中把河堤、流淌、防御、闯荡这些词读错 而引发全网热议,被吐槽从小上国际学校 连母语都没学明白 不过这个小姑娘的心态还是挺强的 即使网友揪着她不放,她依旧在上学的同时演话剧 全面发展着 前段时间,她与何炯再次合作话剧《水中之书》 在台上落落大方,从容淡定 气质越来越像她的妈妈了 04,陆雨萱 贝儿,15岁,2014年 陆毅带着她与爆垒的大女儿陆雨萱 登上了第二季爸爸的舞台 小名叫贝儿的陆雨萱当时6岁 单论外貌她当时并不出众 而且有习惯性的眨眼睛的小毛病 不过这姑娘给了观众很多惊喜 性子不争不强,像夺小菊花 上节目走红之后 她没有着急,进卷享受名利 反而一直非常低调 默默地在向音乐方向发展 她弹得一首好吉他 嗓音条件很好 音色动听,音准也很好 今年还发布了一支单曲《星光降落》 颜值方面更是女大事八辩 五官展开了,长胳膊长腿 很难让人不在人群里 一眼就注意到她 今年6月份她和妹妹拍了一组写真 那双腿真是完美遗传了她妈妈爆垒 又直又细又长 简直不像真实存在的一样 零五,曹华恩 姐姐13岁 曹华恩4岁那年 跟着爸爸曹哥上了爸爸二 与他一起上节目的 还有他的亲哥哥周 两人有一个非常出圈的梗士 周,你要吗? 起因是他把哥哥惹生气了 拿着自己的小玩具哄哥哥 但哥哥不买账 他上一秒还在柔声细语的哄 下一秒就一边挑眉 一边hello 弟弟挑衅哥哥 那时候的曹华恩很想做姐姐 因而大家都叫他姐姐 他很爱哭 哭得冒鼻涕泡泡的那种 他的长相不算漂亮 第一眼看上去甚至觉得有点爆看 但看多了会被他吸引 用网友的话说是丑萌丑萌的 如今这个丑萌女孩已经逆袭 变成了一个时髦巾 长卷发 小吊带 造型非常欧美风 其实早在去年 他就因为时尚的造型 而冲上了热搜 在打扮自己 这一方面 他真的是深得他的造型师妈妈的真传 衣着大胆 也性十足 06 夏天 poppy 14岁 12月2日是夏天14岁的生日 他的爸爸夏克力 在网络上发文表示 已经与女儿失联两年了 万万没有想到 当年上爸爸去哪时 像个小公主 一样美丽的夏天 会在父母的感情出现问题后 被当作撤肘对方的筹码 当年才6岁的夏天上节目后 很快就因为美貌引起了关注 她是中家混血 浓眉大眼 皮肤白皙 精致的像个雌娃娃 童年黄小明与Angela Baby 举行世纪婚礼时 她还在两人的VCR里 扮演了baby小时候 时光匆匆 八年过去了 黄阳离婚了 夏天父母的离婚案 也拉扯很久了 撕的一点体面 都没有给夏天留下 而夏天的颜值 也到了尴尬期 没有童年时那么灵动了 混血味道不像小时候 那般强烈了 多了一份 与年龄格格不入的成熟 大概过了青春尴尬期 她的美貌会回春吧 07 刘妮娜 妮娜 11岁 爸爸去哪儿第三季的时候 刘烨带着一双儿女上了节目 她甚至以为 要像前面几季一样 去快本做宣传 罕见与谢娜在微博上互动了 她的儿子刘诺依 帅气逼人 以颜值圈粉无数 而诺依的妹妹 妮娜黑黑小小的 一头小卷毛 同样很可爱 刘烨的老婆 在教育小孩方面 非常有一套 两个小孩子都懂事有礼貌 衣着打扮 也与普通的小孩无异 他们竟然还穿破洞的袜子 也正是因为接地气 并喜欢这俩萌娃的网友 非常之多 妮娜的底子很好 越展开越漂亮 今年刚11岁的她 个头已经很高 五官名艳 尤其是一双眼睛 跟她爸爸一样大而明亮 一眼看上去 就是个小美女 她和哥哥在表演上 都非常有天分 今年一起参演了 中法合作的一出话剧 在舞台上 她像会发光一样 她将来如果要进娱乐圈 是很有优势的 有表演经验 一张中西结合的面孔 也独树一致 08 刘雨芙 小炮芙 10岁 近两年刘更洪 因为跳剑身操 成了直播间的热门主播 大家是否还记得 她的大女儿刘雨芙呢 小名小炮芙的刘雨芙 仍如其名 上节目的时候才4岁 软弱可人 连陈小春都被蒙得有了少女心 她笑起来眼睛弯弯 非常有感染力 本以为这种可爱系列的小女生 长开了就会长歪 但小炮芙完全没有 现年10岁的她 几乎是等比例长大 依旧可可爱爱 甜美可人 她有自己的社交账号 经常在上面 分享一些日常Vlog 有粉丝说 每次进了她的Vlog 就会变得像人贩子一样 她的长相甜甜的 声音糯糯的 真是骗人生女儿系列 都说别人家的孩子 总是容易长大 因为不用自己操心 这些小女孩 当年进入观众视野的时候 还是几岁的孩童 转眼个个都成了 婷婷玉丽的少女 她们拥有一线资源 从小被情急快化多方面培养 气质也格外出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